近日有消息称,霍启刚的妈妈朱玲玲与其父亲罗康瑞将要离婚 那么对于朱玲玲来说,这是她的第二次离婚 对此还有报道称,朱玲玲将谨慎出户 那么对于此事,朱玲玲的儿子霍启刚是什么态度 朱玲玲又是否会后悔放弃了奢侈生活 但又有消息称,朱玲玲离婚后将寻求儿子霍启刚的庇护 最近媒体曝光了一则关于霍启刚的妈妈朱玲玲和她的二婚百亿老公罗康瑞离婚的消息 更令人吃惊的是,据报道朱玲玲在这次离婚中再次面临近身出户的局面 就像她第一次离婚时一样 爆料还声称,朱玲玲在与罗康瑞的14年婚姻中一直被当成局外人 最终离婚后,她寻求庇护在儿子霍启刚那里 有报道称,朱玲玲她表示,无论身在哪个家庭 她都愿意全心全意投入 但同时也坚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 然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这些报道尚未经过充分证实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朱玲玲本身并不缺乏财富 她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 而她在给霍振亭时,获得了价值1000万港元的聘礼 考虑到这是在1978年的金额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几乎相当于上亿元 外界或许会为她放弃罗康瑞的白衣身家感到惋惜 但她的婚姻选择可能更多的受到了对自由和真爱的追求 而她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依然是来自获奖 朱玲玲生于1958年,于香港 家境优渥,童年时便燃起了对艺术的热情 她的多才多艺,早早展露头角 不仅熟练弹钢琴,舞蹈,还嗓音出众 然而真正让她迈向成名之路的是1977年 当她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的那一年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那场比赛中,她不负众望 获得了冠军以及最上进小姐两项大奖 成为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这两项殊荣的选手 这个荣誉让她在一夜之间成为了香港娱乐圈的一颗明星 她的美丽和多才多艺,引来了众多粉丝 朱玲玲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还有音乐方面的天赋 她不仅在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演 还发行了自己的音乐作品,充分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 她与她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的影迷和音乐爱好者 她的成功不仅局限于香港,还扩展到国际舞台 她的事业迅速蓬勃发展,她成为了娱乐圈内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这是一个年少怀揣艺术梦想的女孩 通过坚韧与天赋,最终实现了她的梦想 成为备受瞩目的圈内艺术家 朱玲玲的社交生活一直以来都相当简单 在她主持的《惠言雅集》节目中 港姐或参加者都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 这才能获得邀请 李嘉欣曾因婚前的争议而被指责是小三 这或许是为什么她没有受邀参加朱玲玲的节目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明星如胡信儿和陈法荣却得以参加 朱玲玲的社交圈子显然相对简单 她更喜欢与纯粹和真诚的人相处 而那些复杂的人则不太容易进入她的圈子 这种社交选择可能有助于她保持简单而纯粹的人际关系 在她的两段毫无婚姻中,朱玲玲的社交圈似乎并没有扩展 与霍正廷的婚姻中,霍正廷本人的社交圈也相对简单 因此朱玲玲也没有接触到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 同样与罗康瑞在一起时,朱玲玲的社交圈似乎并没有增加 罗康瑞似乎也不愿意将其他人介绍给她 因此她主要与叶切文、陈法荣等朋友保持亲近 家族历史总是充满着令人着迷的故事 在家庭中,基因传承和相似之处常常让人们感到惊奇 家庭中的美丽、气质和特质往往能够代代相传 构成家族的魅力 这一主题在霍家家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对于家族的第三代来说,这一美丽传承变得更加明显 霍勇师和霍友莹、霍文逊的两个女儿 在社交媒体上活跃,颜值不俗 霍文逊本人虽然是一名杰出的医生 但她的外貌和气质同样非常出色 浓眉大眼,五官端庄,颜值依然不俗 这些家族传承和美丽基因的例子 让人们不禁思考家庭对于个体的影响 家族传承的影响不仅限于外貌 还包括性格、智力和价值观 这种连结和认同感贯穿了多个代际 形成了家庭的特殊魅力 不同的家族可能有不同的传承和基因特点 但这些故事都展现了家庭的重要性 和家族传承的价值 无论是美丽的基因还是其他特质 它们都可以跨越代际 为家族增色不少 为每一代家庭成员留下宝贵的遗产 家庭传承不仅是基因的传承 还包括了爱、支持和传统的延续 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家庭的独特魅力 朱玲玲以为身处鸿门家庭中的女性 她的离婚决定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有人声称 她的决定是因为霍英东生前的规定 即只有长逢子孙才能继承霍家的巨额财产 这一规定也意味着 她所生的三个儿子将无一成为未来的接班人 因此她不必与自己的儿子们争夺家产 然而霍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富豪家庭 他们一直在为下一代的接班人铺平道路 霍英东曾经提到 曲珠玲玲是因为她的刚解头衔 可以帮助霍正廷快速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 霍奇刚从小就被选定为接班人培养 如今她已在政商两界站路头角 担任多个重要职位 虽然朱玲玲的名义上与霍家没有关系 但她与霍家仍然紧密相连 她在每次重要场合都会出现 得到了爸爸霍正廷和儿子们的持续支持 这或许是她最珍视的 朱玲玲与她的儿媳妇儿关系非常融洽 她赞扬儿媳郭晶晶是一百分儿媳妇 而郭晶晶则对朱玲玲的支持和关爱表示感激 这个豪门家庭的儿媳关系 似乎充满亲情和尊重 没有一丝一毫的宫斗剧情 两次经历晋升出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朱玲玲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 她的人生故事充满幽默感 仿佛她总是能在面对挫折时微笑迎接人生 或极端的成功不仅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离不开她母亲朱玲玲的默默支持 以及家族的智慧传承 朱玲玲似乎一直在为儿子成功之路铺路 尽管她有时选择保持低调 这个家庭故事展示了家族价值观和财富传承的力量 同时也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合作 朱玲玲的故事让人感到既震撼又温暖 她从一个富商家庭的美丽岗节成功蜕变为了一位 备受瞩目的权力艺术家 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性 她的两次晋升出户 虽然让人感到意外 但也展现了她坚韧的性格和追求真爱与自由的决心 朱玲玲的儿子们特别是长子霍启刚 已经在娱乐圈和商界站露头角 成为家族接班人 尽管家庭背景复杂 但朱玲玲与她的儿媳之间的亲情和尊重 让人感到温馨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 家庭价值观和传承 在豪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是财富 家庭的智慧传承和亲情也同样重要 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和豪门家庭中 朱玲玲的坚韧和坦诚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玲玲的故事是一个充满了情感 人性和价值观的故事 也是一个对自由 真爱和家庭的探索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遭遇什么困难 坚持真诚和独立 珍惜家人和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